大家好 這個案子 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離譜的案件 在中華民國的台灣 公權利的債權人 1.8萬 把一個貧窮的人家的房子開賣掉 這是何等的國家的尺數 不只是公務人員的販扣而已 陳青秀先生本身應該是低收入戶 那我們基隆市政府 從頭到尾也沒有去了解 然後給以 低收入戶的補助救濟等等 從基隆市中低收入補助的追犯裡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 陳青秀就是一個這樣低收入 他組合 他的前負的所得除以前負的人口 低於 一萬兩千塊每個月 以及他的 不動產 的價值 低於三百五十三萬 他 建價價也不夠 兩百萬左右 所以他也低於三百五十三萬 而且只是查過他的銀行戶投 股票投資 是零 只有 生活 這個 流量在外 工作 然後存到 賬戶裡面 給 媽媽跟小孩子 領出來 做家庭生活 支援的 那些 微博的錢 所以 所以他完全是一個低收入戶 他的動產 免人 免人少於十二萬 完全都符合 所以他就是符合 基隆 中低收入補助的 第五條 第二款 應該給予現金 給付 包括他的 健保費 支付 要錢 補助 1.8萬 你要強制 執行 你連任何一張文件都沒有 當事者簽名 你一個國家可以運用 龐大的工錢力 把他 拍賣掉 這是一個 不可思議的一個現象 你可以 你已經有他的電話了 你怎麼沒有血型呢 警察一通電話 到他工作的地方血型 一下就找到了 他不是逃犯 他不是躲起來 他有一個 留居在外工作的一個這樣的 性質 所以你是可以找得到他的 為什麼你都沒有找得到他 而且你看到這些他的所得 你應該就知道 包括他所有其他的不動產 你看就知道是一個貧富啊 你何人如此的下手 再來 建年也沒有看到 你行為給社會局 來關心他是不是 貧富 貧 或低收入貧 你查他的 稅只是查 也沒有繳稅 奇怪 你為什麼查他有沒有所得 所以你這些人的腦袋 完全就是要 壓在人民的口袋 你應該要了解 他是不是一個貧富啊 你怎麼只在意 他有沒有繳錢給政府 他自己生活就非常困難 我相信他的小孩 對讀書 他就沒辦法專心來讀書 很難去翻轉 你竟然讓他用沒有房子 這是一個 非常可惡的政府的工錢力的作為 那接下來 我們看 現在在執行署裡面 我們看不到現在 已拍的這些所有公告 留在往上上 你應該要透明的公開 包括每一個案子 到底 來那個投標人是誰 對 到底誰 結標人是誰 接下來 多少錢得標 你的底標是多少 你的建價人是誰 你本來就應該透明嘛 所以我呼籲啊 這個監察院要再調查一次 你上次調查是 司法院的 這個 拍賣的 事件 現在是 你那個是民事喔 現在是什麼 現在行政拍賣喔 行政拍賣裡面都是 罰款跟稅喔 我們的罰款跟稅在這幾年來是 天價數量的建築的增長 為什麼會這樣 台灣人都喜歡犯罪嗎 都喜歡 交通違規嗎 都喜歡 不繳費用給政府嗎 我不相信 台灣是一個非常善良 聽話 守規矩的一群人 那我希望監察院 好好去調查 那也我們的 支援署 應該要快點把他公開透明 這是我以上的呼籲 也呼籲我們全國的人民 共同來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要讓政府是透明的 不然讓他用極前的方式來押大人民 尤其是這種 貧困 已經成為低收入的人 你還用如此的方法來對待他 應該要補助他每個月一萬八才對 這麼多就要 了 感谢观看